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置无极电子可变ND滤镜 可自动获得准确曝光 具备12G SDI接口 支持SDI RAW输出 TC时间码XLR以及MI接口 最多4通道音频录制 双SD与CFE A卡兼容插槽 FX6将于2020年12月初上市 单机售价48000元 搭配FE24105 F4G套机售价56400元 另外与FX9一同发布的FEC 1635T3.1G电影镜头 也随FX6一同上市 官方售价41999元 当年我觉得FX9这个规格 是我心目中的A7S3 现在回头看 这是小乔的索尼 A7S3真香 FX6真棒 2084正式发布超长焦旗舰镜头 150-400F4.5TC 1.25 新镜头采用28片18组光学结构 包含一枚EDA超低色散非球面镜片 四枚超级低色散镜片 两枚低色散镜片 内置1.25倍增距镜 等效焦距覆盖300-1000mm 此外 这款镜头还将支持2倍增距镜 最高可达2000mm的超强焦距 镜头提供4.5档光学防抖 搭配EMEX最高可做到8档协同防抖效果 最大放大倍率0.36倍 95mm口径 9片光圈叶片 镜头1875克重 预计将于2021年1月份上市 海外售价7500美元 约准个人民币4.9万元 与新镜头一同发布的 还有旗舰机身OMD-EMEX的2.0版本固件 能够自动试别鸟类 进行鸟眼跟踪对焦 支持若视频外录 增加对新镜头的支持 并提高视频防抖稳定性 增加焦距指示功能 这一套真的可以算是打鸟成奇了 佳能早在2015年 就宣布开发的2.5E像素 APS-H花幅传感器 正式发布并开售 这款传感器支持 2.5E像素5帧每秒输出 与全高清30帧输出 可用于多种行业运用场景 反正我是觉得相机行业 应该不会真的有人会买来用吧 维着式杰弗三剑可 E卡口版本将于11月25日正式上市 届时索尼E卡口 富士X卡口 以及佳能EFM卡口用户 都可以使用上物美价廉的 AF23 33 56毫米F1.4了 以上就是本周新闻四大视讯了 大家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